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见面了 哈哈哈哈 我看过你的戏 这一次我作为次元直视组织事的人 我请来我哥和边做我们的总教习 现在不是流行组什么CP吗 你就咱俩CP叫什么CP呢 你叫合适了 我叫不合适 有一个很厉害的动力叫合动力 哇 咱俩都姓合 然后咱俩在一块叫双合动力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正式宣布我们双合动力写手超次元偶像跟他见面了 所以呢以后哥 来多多观赞 双合动力 在节目中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对超次元空间里的各位练习生进行面试 谁能让他们眼前一亮呢 我们拭目以待 来 那么一个个来 来吧 谢谢 下面我们要有起 来 往后市已经来了 我 我想上厕所了 王佳 请到会议室 王佳 嗨 我们要小声一点 因为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这位 选手王佳 其实是我们第一期的飞行哥哥 我们的来宾 然后呢 敬佩 敬佩 藏在选手里面坐卧底 因为就是观察他们在私底下的感受 佳尔他会时不时的告诉我们他们本身真实的感觉 或者是放松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这个对于一个偶像的考察也很重要 那我们必须每一期都能够给我们的选手一些资源和一些所谓的家庭 我也带了一个资源过来 可以让一亿的观众认识他们 一亿的观众 哪来的一亿 微博 微博你有一亿的资源吗 没有 但是哥你有 但是哥你有 我带了哥你这个资源 我有四百多个 有四百多万 跟你有 跟你有八千多万 八千五百万 对加起来不是 不是就是 九千多万 啊跟你没有啊 没有微博吗 那你做一个不是一千万两千万就有了吗 哥 那我不喊着啊 不是现在就做一个 做一个我们就两亿了可以两亿 可以两亿啊 行行行行 那我作为下一期啊 好 你看你还有呢 你光说这一个啊 这还有 一亿的 花贝 花贝是我们的 观众商 它是一个支付平台 这个是每天点开 就会看到我们的选手 还有啊 五点八亿的 用户 我再加一个资源 今天第一名的这个 破次元币的这个人 主题课由他自己赌场 是吗 我觉得第一期来讲很够了 我们后面还会陆续加棒 马思超同学 请到会议室 欢迎蓝博 蓝博来 明亮 明亮同学 陈有为 徐生涯同学 来 李向哲 萨莎同学 请到会议室 你好 这是民族服装吗这个 看起来像那个 赵本山 小平里面的那个 不差钱 苏格兰打卤面那个 汉语太好了 暂时没有办法从才艺 才华方面做判断 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印象 肯定就是个人魅力 特别希望大家 让我证明自己给大家看 我是有故事 有什么故事 以前我是在家里读书 快点讲 家里读书什么好说的 我很早之前是一个 底层小干部 我很喜欢你刚才那个笑 你刚才那个笑 有一点很真实的感觉 才华是第一位 我会把你工作 有一点很烟 我还没有 在我心上 用力的开一枪 我 我放在你 这世界很酷